随着台湾干细胞科技的进步 再生医学、医美的流行 很多民众都会以干细胞再生医学 来维持年轻、健康跟美丽 台湾摩林跟信阳生医中心 最近就共同前往新北市汐止区 生保生物科技中心 参观高端的干细胞继创新研发中心 由生保生计的副董事长张修伦亲自接待 张修伦副董事长除了强调 台湾在干细胞方面的优势跟成长之外 也表示生保生计对于干细胞的科技开发 以及在再生医学的研究方面 已经有长远的规划跟快速的进步 我们做的是用国际的认证 例如说美国AABB学护学会的认证 我们是他的认证的会员 不管是我的期待学库 或是我的期待库 都是他的会员 那同样我们一样在CAP 美国病理协会 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来讲的准确度 美国病理协会的认证 我们也取得 同时FACT就是国际细胞移植协会的认证 我们也是他的会员 同时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个 拿到FACT国际细胞移植协会认证的会员 2001年创立的生保生物科技 创办人张修刚 以长期经营医药领域的经验 成为台湾期待写相关企业的领导品牌 生保生物科技 画足海外市场 这几年来 把研究焦点 转移到再生细胞科技 跟干细胞医学 模棱生医 跟新阳生医都表示 一般的医学美容都是暂时性的 只有干细胞的再生医学 才能让人永远保持年轻漂亮 目前已经有很多方式 可以自体培养干细胞 而生保生计 拥有最顶尖的干细胞技术 生保这么好的一个技术 有优势之下 那我们在目前 像是特管法 还有整个市场应用面 尤其是在再生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运用干细胞 很好的一个分化的特性 来做一个特定的应用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生保 这么棒的技术 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让我们全世界能够 这么多的人民都能够受益 模棱生医董事长刘瑞琪说 虽然目前他们以 微诊型疗程为主 包括雷射光疗 微诊型注射 都受到民众很大的欢迎 但是模棱的医疗团队 希望结合台湾最专业 最有经验的生保生计 提升医美市场的层次跟品质 扩大再生医学的服务区块 记者陈文旭 萧佑金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